28岁欧姓男子倒在血泊当中 一动也不动 救护人员紧急CPR 女友在一旁吓得哭个不停 一直喊拜托希望救救男友 但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欧姓男子还是不见其色 我们刚刚在这边 被后面那台黑色线撞到我们 所以我们停下来 然后他就下车看 然后后来我在车等 我就听到风一声 他就飞到这边来了 女友表示说他们驾驶白色轿车 返回高雄途中 遭后方黑色轿车追撞 欧姓男子下车走到路间要报警 但却遭后面有一辆货柜车 高速行驶而来 将他撞飞到30公尺远 失血过多 送医伤重不治 我老婆有打电话问他 他说要回来 然后两点都听到消息就是这样 结果回不老家 回不老家 死者父亲听闻消息的不敢置信 只说儿子非常的孝顺 当天在女友去桃圆玩 返家途中出意外 黑色轿车驾驶酒侧0.45 酒驾追撞 害死人 死者父亲偷骂 肇事驾驶实在很可恶 国道1号南下路段 21号凌晨发生这起严重事故 撞上欧姓男子的货柜车驾驶表示 当时天色昏暗他根本没有看到欧姓男子 站在路间打电话才会酿成这起悲剧 记者季博士赖威佐高雄报道